说最近在浙江金华几辆车在高速路上忽然就停车了 这不但没有被受罚却引发了全网的点赞 这是又为什么呢 想知道答案呢 咱们看看监控拍下的当时的画面 只见一辆货车在高速上行驶 这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就忽然发生了侧翻了 这货品是散落一地 当时经过的一辆小车和一辆大货车 见状立马就靠边停车了 这两辆车上一共是下来了三个人 百米冲刺的速度飞奔上前 快速爬到车顶 用力拽开车门展开救援 在几个人的共同努力之下 被困的司机成功救出来了 索性并无大碍 整个救援的过程仅仅用了12分钟 期间几名司机还报了警 高速交警也是迅速赶往现场 最终这一起事故得到顺利的处置 而引发全网点赞的呢 就是这段危急时刻出手相助的视频 原来当天驾驶员赵师傅呢 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 车辆突然他就不稳了 晃动得很啊 这随后呢就翻在了高速路上 让他感动的是呢 车子翻了以后 不断有过路的司机呢 来帮助他脱困 是参与救人的大货车 驾驶员陈师傅和同行的费师傅说啊 当时他们眼看着这前面有车翻倒在地 觉得情况危急救人要紧 没有多想呢就停车了上前施救 两位师傅自己车上拉的是快递件 比较紧急 他们将人顺利救出之后呢 便离开了 还有辆参与救人的白色小轿车呢 对不对 这些驾驶员呢是朱师傅 他是一名啊 有八年消防救援经验的老兵 这危急时刻骨子里的本能 让他自己啊果断的站了出来 他说虽然现在呢不是消防员了 还是有一种使命感在身上的 咱说这几位大哥飞奔的样子 太帅了啊 果然是有难方见真英雄啊 连交警都对几位好心的司机朋友 赞许有加说他们是教科舒适的救援 哎这就是中国人的善良给三位中国好司机点赞啊 你们用善举传递的正能量用真情温暖的众人心向你们致敬 嗯另外呢经过高速交警现场的调查比对 出事的货车存在呃载货超过规定的高度 那影响行车安全的问题 得说白了啊 就是这个车上运的货物太多了 是吧 在这里呢也再次提醒这货车司机朋友们 是吧 咱们一定要按照规定装载货物 不能超限是吧 不留安全隐患 咱们才能出行平安 咱们再次提醒这货车司机